黑色轿车行驶在车道上 下一秒竟然冲向对象车道 撞上白色轿车 白色轿车遭撞 竟然转了180度 飘移右甩尾 跑到对象车道停了下来 这一幕让附近驾驶吓坏 马上从旁边闪了过去 差点就会发生碰撞 再看一次路口监视器 原来当时对象车道一辆黑色轿车 不明原因跨越双黄线 直直冲撞对象轿车的车尾 再撞上另一辆机车 巨大撞击力道 造成白色轿车大力旋转 甩尾到了对象车道 这一撞差一点点就会撞上其他车辆 附近驾驶件撞 马上踩刹车迅速闪开 才避免造成波及 但这也造成路口一阵混乱 造势的黑车 车头被撞烂 引擎盖凹陷 保险杆掉落 就连车轮也被撞歪 遭撞的白色轿车 后保险杆掉落 但被波及的机车最惨 整个坐垫被掀起来 零件裸露出来 车辆快要报废 画面非常惊人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新庄 今年5月17号 黑车驾驶庄姓男子 开车行驶在青山路一段 却突然跨越双黄线 冲撞要去上班的白车 陈姓驾驶 之后再撞上灵性机车骑士 造成灵性骑士肢体擦措伤 肇事的庄姓男子 则是胸部挫伤 双双送医治疗 原来会酿货就是因为 庄姓男子酒驾 他公称当时是要帮朋友 开车回家 他也承认自己前一晚有喝酒 这下庄姓男子被送进警局 还得被依盗交条例 吊扣驾照一年到两年 以及吊扣牌照两年 东西在台北报道 这下庄姓男子